從高空俯瞰大火籠罩 木材一燃物 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火爐 場面觸目驚心 彰化田中的木材堆置場 8號下午2點多突然燙火 現場全是木材一燃物 堆積有四層樓高 一發不可收拾 一台小龍車來的時候 就在打不完 你在吊啊 吊小龍車來啊 我這裡在打不完 比較麻煩 消防部七條水線搶救 雖然控制後沒有延燒 但燃燒面積600平方公尺 持續燜燒超過50小時 想要完全熄滅恐怕得半個月過後 那最大的問題 這邊就是水源比較缺乏 但是我們這邊 有跟農田水利會這邊來做協調 然後也有使用灌溉的用水 目前消防接上灌溉水源 但漆黑木材持續冒出白煙 還有大型機具進場開挖 工程人員挖出一個個大水坑 協助將燜燒的木材浸濕 消防也持續在周邊涉水降溫 希望儘快排除燜燒狀況 否則附近空品惡劣 也要進一步調查 木材堆滯有無過失 不排除依空無法開發 記者 陳水瑋許 文玲雯傑 也講話不倒 他是澎湖福澎喜來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